这个世界上最悲痛的工作,莫获于白霸人送黑霸人,59岁的盛女士就约历了这样的冲击,2009年她的女儿和女婿,被人发现没起中毒,双双残死在家中,这让盛女士完全承受不住冲击。 盛女士本就是高龄产妇,30岁才生下自己的女儿,万万没想到刚刚在2008年结婚的女儿,仅仅才过了一年时间,就和自己阴阳相隔,盛女士和老公那段时间,简直是痛不欲生,甚至一度有亲生的想法,幸亏有朋友和亲人的安慰,盛女士尝试了做事冠金儿。 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,已60岁的高龄生下了双胞胎女儿,如今,盛女士的两个女儿,都已经上了小学,她们长得十分可爱,性格开朗阳光,只是好景不长,盛女士的女儿才刚刚到上小学的年纪,盛女士的老公就中风倒下了,这让盛女士心力憔悴,不只要照料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儿, 还要照料谈话在床的老公,她也后悔地表示着,早知道就不生孩子了,因为她很怕自己脱离的那一天。 孩子们还没有自理能力,无人照料,关于这样的做法,想必大家都认同不应该生,但是话是点思考。 这位母亲有多委屈,十分感谢朋友们打开的文章,我将自始自终的,给大家带人引诚的,分享一些知识和观点。 如果接下来的内容,哪怕能对您产生一些小小的快乐,笔者将不堪荣幸,生活中,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上演着各式各样的趣事,毕竟工作的搞笑程度都是因卖生活决定的,不知道大家可看过下面这则音讯。 关于发作的这样工作,很多人都是感到不信心的,但就是发作了,真的十分的令人意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